新南非离战镇平等捐赴或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但是在南非人的餐桌上缤纷多元 已先实现曼德拉彩虹国度的绚乱梦想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往后之后来看一个让全美哗然的判决 16岁的富家霍少 驾着车子一口气撞死了四个人 还让车上两个人变成了瘫痪 但是最后法院判他不用付出任何赔偿 甚至也不用吃半天的牢饭 原因是因为他的辩护历史提出 这个富少是典型的富裕流感 真的有这个名词 目前在美国很盛行 什么叫富裕流感 竟然让词上会接受 而让很多美隔人说作呕跟不齿 我们待会为您从这个案子来介绍 富裕流感 非常争议的一个流感 欢迎回来Focus iPhone 用iPhone的人可能会有想要快速打字 但是荧幕跟字体都太小 很不方便的困扰 现在Apple推出了一个纸键盘的APP 只要你到网站上免费下载 列印出键盘 把手机放在指定的位置 就可以开始用了 不过现在只有游戏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长时间的打字 做任何文书处理的话 你要再花台币90块钱 升级成正式的版本 才能够享受到iPhone打字的可能性 用iPhone打字 却老是觉得荧幕不够大 触控式键盘容易按错吗 很多人都遇过这种状况 苹果最新推出的Paper Keyboard APP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想要拥有方便的打字键盘 步骤很简单 只要从手机上下载APP 接着列印出键盘的PDF档 接着把手机拿出来 放在纸上指定的位置 试试看 安装完成就可以开始玩打字游戏 灵敏的键盘让打字速度瞬间加倍 使用完游戏免费 但如果想要无限打字 得花三块美金 大约台币90块钱 购买正式的升级版 像纸键盘这样的新科技 让需要文书处理的上班族工作生活都更省事便利 对于毕业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日本终于要很骄傲的宣布 今年由于日币贬值等等因素 它在2013年12月31号那一天 算它的境外到日本的观光客 应该可以冲破1000万人了 当然虽然比起世界第一大国 法国就观光来讲 这个法国是8000多万境外的观光客 日本是小屋见大屋 但是日本呢 这一股拼观光经济是从上到下充满了元气 可以说花样越来越多 高喊观光立国 外国观光客要突破1000万人次的日本安倍政权 现在年底渴望达成这个目标 今年因为20年一次千功一世 游客暴增的一世神功 附近这家地方银行因为外国客需求 今年10月开始汇兑业务 上个月到日本的外国观光客 达83万9800人次 比去年同期成长29.5% 连续10个月增长 今年1月到11月累计超过949万人次 估计12月中或下旬 千万目标就可以达成 各国旅客抢进日本 但对自由行或背包客来说 最不方便的恐怕就是没有WiFi无线上网 这间旅馆特别加装了无线网路设备 只要住宿都可以免费使用 就这样靠网友口耳相传 让这家旅馆几乎天天客满 在旅馆有WiFi或许不稀奇 但在这间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一年有140万人次造访 有企业看上它的高人气 希望能在神社设置配有 无线网路的自动贩卖机 只要在半径50公尺内 都能免费上网 对外国人来说 观光不只要方便 还要有在地魅力 这家位于京都1875年创业的老铺 手工制作茶罐 靠着盖子的重量自然紧闭 气密行高 相当受欢迎 台湾客一口气买了五个 总计约台币两万四 价格不便宜 老店的第六代船人 为了拓展外国富裕阶层市场 特别采纳欧美设计师的建议 将传统工艺重新大胆设计 开发新产品 这个茶壶利用和茶罐 相同的气密技术 就算倒过来 盖子也不会掉 至于已经逛遍东京或京都的旅人 现在也有更多选择 位于四国的德岛县 过去很少看到外国人 但著名的大部围西谷地区 今年已有超过2500名外国观光客 在当地住宿 各种标示也开始加注英文和中文 看看这位招呼的大婶 身上还穿件爱台湾的T恤 甚至特别学了几句中文银课 用餐时间也要一一问候 展现日本款待文化精神 店推销员也要来上几句台语 当地继承车司机 也有招待外国人的新帮手 就算言语不通 透过智慧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翻译软体 照样能沟通 除了活用行动装置 司机也会趁控到观光景点拍照 这样不用多加说明 乘客一目了然 沟通事半功倍 这股观光热潮 估计能为日本带来超过45兆日元 相当台币13.5兆的经济效益 不过跟去年第一名 法国的8300万人次相比 还有一大段距离 也指着日本经济规模极小部分 要达到观光立国 日本还要继续加油 TVB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去另外一个很拥挤的地方 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北京 下面这个故事有点令人鼻酸 在这么冷的冬天里面 北京闹去的黄金地带 一个地下井的井盖被掀开了 掀开之后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在这一个非常小的地下井里面 有人已经足足住了十年 因为他这十年里面 攒下了三到四万块钱 才能够让他的孩子可以上学 可以读书 这个井下的人生因此结束了吗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报道 实在好局促不安 来大学当杂工第一天 一堆媒体跟着来报道 顾不了那么多双眼睛 七上八下 大量未来的新生活 除了空气新鲜的还有别的吗 每样都舒服 每样都舒服 怎么讲 对 铺的盖的 每样都好 我的生活环境很差 从地下到天堂 才是这一周内的事 他的名字叫王秀卿 本来住在北京闹区的地下井里 一个星期前 他的井盖被掀开 北京人这才发现 脚下的井盖里 竟然住着人 只有半平的圆形空间里 有被子 雨伞和干粮 到北京打工的他 无意发现有人住在井里 没多久他也推去租屋 做起井底 刮居人 在井里一窝十年 我说我只是地下有点沾完 有睡觉的时候 我终于冲着走 我两发也挺多的 那比如说会害怕吗 或者是什么呢 害怕也没办法 生活所迫也没办法 最怕的是蛇 只要一下雨 有蛇钻进来 亲门踏户 他就会乖乖把家 让出来睡到大街上 其实在北京偏江 他也有个家 还是用纸糊的是吗 对 用纸糊的多冷啊 能再深点 生活都够维持了 你说孩子上学 根本就 不可能的工下了 你省不饭头 房子也要他 我们家 其实最受罪的是他 不是我们 我们在家里头 就说咱也比他那前往得了 到陈林洗车打工 一个月只赚两千多 王秀卿说把景当家 一个月房租省三百 十年来也省了三四万 这钱是要省给三个孩子念书的 他住的景底之家是精华地段 附近房价每平人民币十三万起跳 每天他和他的邻居们 都是在一片绚烂灯光中 钻进黑暗里 被丢在草地上的是这些景底人 全部家当 有的人一回家 放现景边记者围一圈 封警之后 等于封了景底人回家的门 北京一年设服机构 接济一万七千人次 但许多景底人自认是打工者 根本不愿接受救助 始终挂着腼腆的笑容 说的是许多打工者的心声 真是晚餐时间 餐厅人生鼎沸 三块钱可以吃顿饭 住下来只收一块钱 这里是山东的一圆公寓 不但能在这里食宿 还能在这里找工作 各类零工讯息窗口 千人房几乎天天额满 过去一开始的时候 四五百人住不满 后来通过公友之间的相互介绍 知道我们政府办了一个 这样的零工市场 一圆圈公寓 条件很好 现在几乎是每天都能住满 没有选择才无奈开始 景底人生 因为媒体曝光赶着风景 又给景中人 什么新的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要看什么叫做 富裕流感 每年这个时候 台湾有各种各样的流感病毒 在肆虐 但美国真的有这个名词 富裕流感 它引起全美哗然的 是因为一个16岁的富家少年 他酒驾撞死了四个人 他在停上辩护的时候 用富裕流感这个字 解释自己 也是富有家庭的受害者 后来法判 他什么都不用罚 什么都不用赔 一天饶饭也不用吃 让美国很多人看了以后 用作偶两个字表达他们的感想 他是医生考骑 16岁 今年6月他酒驾撞死4名路人 却不用坐牢 也不必接受任何